男人透过小孔偷看 身材曼妙的女孩正坐在床上 他察觉到男人的目光 主动打开房门 邀请这个觊觎他身体的男人进屋 背着隔壁屋的家人偷藏了禁锅 宝贵爱好摄影 最喜欢拿着相机下乡给村民照相 他刚一出现就被村里人围成一团 宝贵把照片发给村民后 又拿起相机捕捉美景 这是一个梳着麻花变的女孩 意外闯入了他的镜头 宝贵看着他清秀的面容一时失了身 谁知女孩静止走到了他的面前 他是特意过来请宝贵照相的 宝贵连忙答应 跟在女孩的身后 看着他窈窕的身影 不自觉的心跳加速 到了女孩家后 宝贵才知道女孩名叫阿荣 叫他过来试给爷爷照相 爷爷年岁已高 想着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留张相片给后人留念也好 宝贵给爷爷拍完后 也想给女孩拍一张 却被阿荣直接拒绝 宝贵虽有些遗憾但也无可奈何 收拾好东西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老天突然下起了大雨 阿荣父亲便让他留宿一晚 明早再起身回去